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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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小津运河 晚上的一个雪灯 除了河这里会有一粒粒的灯之外 旁边的这条雪道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烛光 如果外面任何一盏灯关掉的话 他就要整个秋灯拿回来 之后就要一夜一夜地点 而且是整条河都是这样 OMG 妈咪人家在后面弄灯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前面 话说妈妈真的很伟大的 怎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昨天下雪 我就穿了一双不太防水的鞋 当然是入水了 又湿了 接着花妻就说 你这双比我穿 我喜欢穿你那双多一点 之后就要我穿另一双鞋 据我所知她昨天是用风筒去吹一吹鞋 想着应该干一点就可以穿 其实她今天我查过她的鞋 都还是濕 但她死都不肯 把那双鞋给我穿 她自己呢 就要穿濕 那双 于是她现在就坐下来吃饭 那我和大姐呢 就刚才快跑了过去百货公司那里 现在买一双鞋给她 你知道妈妈永远省钱 如果你跟她买的话 她就死都不肯买 好了 我现在呢 就回到餐厅那里了 那双鞋呢也都在我手上 我现在回到餐厅了 我们现在就来到蟹本家了 耶 耶 妈妈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你一双濕了 你猜我们不知道什么 记住我现在本身有蟹 记住 而且我们发现了蟹本家有度很好 因为有的差点 现在它开始含含声地来 我怕我真的一会记录不到 总之我现在又有了 好像有很多东西 我们叫了三个盒子 还有一个就是毛蟹 这里是蟹的植物 嗯 好吃 接着就是皇帝蟹的sashimi 嗯 很特别的触感 sashimi好好味 很够命 哦 这个就是主角了 主角呢 一会儿就会放进水里 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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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嗯 个人认为好吃的三角市场十万倍 现在准备来到全晚的高潮 就是 煮粥 这个锅里面呢 还剩下一个小小材料呢 他就会问大家 想不需要它 那我们就当然会继续它 接着他就会用这个锅 还有呢 我们刚才留下的一些精华 再加上它的蟹汤、鱼汤 就去煮一煲好好味的粥啦 PINK 好紧张 哇 不要吃啊 不要吃啊 哇 哇 哇 耶 耶 你给点体育精神 你下来吧 说起来它 红这里呢 是会有红曲奇的 让我现在试一下 作为一个菜篮 啊 作为少女班菜篮 我又是什么都吃的 好硬 我咬不了 我 哈哈 我也是不同的 你看一股面粉味 来到这个观红走浪 在这里呢 我会点曲奇给一只香仔啦 哇 好近啊 但是有点近看红啊 哎呀好有趣啊 我们不停做这姿势就可以了 不停拍 拍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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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什么东西 拍拆 哎呀我发现不记得录给大家看啊 话说呢 昨晚呢我们就是住在这一间 叫做绿之风的酒店 我只可以说非常之好住 它的温泉非常之有surprise 因为里面呢 有些新派的温泉 也有些旧式的温泉 不过呢 这里就稍微有少少偏僻 如果不是自驾游呢 都挺难会来到的 如果是来这里啊 又或者是洞椰湖的话呢 就可以住这一间绿之风 哎呀好搞笑啊 突然有只恐龙在这里 啊好可爱啊 好似我姐姐啊 一年两集的北海道小小游记 就是这样完结了 虽然只是去了短短的五天 但我已经觉得北海道好像玩都玩不完 东西又好吃 景又漂亮 OMG 我一定会再去 我们下一次见啦 拜拜 你又和观众朋友说什么 看完这影片 谢谢 啊